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GAMI已經搶先測試了這個上修之後的班實戰時封地獄集 那我們來一起看一下這一次上修後的班 到底變多強吧 看會不會讓我改觀 首先大家先複習一下他多了這個隊伍技能 就是生命力到90%的時候所受傷害不會死你死亡 但是無視減傷還是會死 然後再來的話以他人之罪班做兩級戰友 還要以伊蓮恩當隊員 這樣才可以觸發這個隊伍技能 所以等於是他一定要綁伊蓮恩這張卡片 那就是很可惜他就是一個位置就少掉了 好那這邊示範的是這個反彈不死 因為90%以上就不會死 然後無腦對魔只要敵人沒有無視減傷都可以一直對魔 然後雙怪這種連擊的也不會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做這個影片做很久了 然後這邊有硬扛8C這個 好我們這邊看一下這個連擊序 好只要他沒有無視減傷 基本上都可以一直回血 好這邊下面就是實戰 這部影片可能會有點長 所以某些部分我們會把它略過 像這個連擊這個也都不會死 反正就是可以無腦洗技能這樣子 只要兩支CD不同 就算CD一樣呢好像也不會死 因為他是打完之後馬上回血 打完之後馬上回血這樣 的一個機制 算是一種新的玩法 蠻有趣的 但是到底強不強呢 我們要看完這部影片才知道 好像前面這邊 無腦洗技能之後呢 開這個斑 失攻擊力然後開火屋 反正這邊開火屋的用意反正是 痾...被打會多1.5倍 但是其實他的血本來就很少了 被打本來就會死了 沒有差那1.5倍 那基本上沒有無視減傷的話 就是對魔到底 然後再來的話 被打越多吸收回來更多 那再來的話他 如果說真的遇到無視減傷的話 就直接爆發帶走 然後開斑也是一個增傷 開皮卡常駐 因為他是一個 全牛棚的隊伍 所以他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這邊疊光珠 然後... 來看一下 因為他這隊是火光暗兼具 所以隊伍裡面呢 主要放火光暗為主 那青龜主要是 應該是用來那個 轉敵人屬性 我猜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 天降到7combo 可以看得到 傷害的部分呢 有14億齁 其實算還不錯齁 如果開了兩個常駐增傷 然後一招班的主動技能 所以可以到 打到14億這樣子 打現在的關卡算夠啦 不過如果那種百億的話 可能比較難 好像大魔神 夢魘啊 那種百億的血量啊 那個可能就比較難 那像這邊的話呢 他是可以 也是可以無腦洗技 每一關都是無腦洗技 然後洗到技能跳 我們洗技的部分呢 直接掠過 欸 這邊我們沒看到 喔 像這邊的話 認真轉一波 可能就直接帶走 喔 皮卡單張 打了 接近五億的傷害 喔 總共打了 七億六千萬 那像這邊 單擊兩億盾齁 其實也是平砍就夠了 那不要去手銷到木 欸 手銷木好像也有差 手銷木也沒有差 因為他就是 沒有無視減傷 他就是可以一直回 一直回 這個機制其實算蠻有趣的 他是故意的啦 瓜米這邊應該是故意銷木珠 然後展示一下說 我就算不小心銷到木 不能手銷木 他故意銷木 也是不會死 那這邊一樣是先吸攻擊力 吸攻擊力 吸隊友攻擊力 然後 再開一連 一連恩 一連恩 有沒有增傷啊 有啦也是有增傷啦 全隊一連五倍這樣子 那妖精的話兩倍 那說真的 綁這張卡其實蠻費的 可是為了三維 為了這個 為了他的這個不死 還是要帶 好這邊開了 一連恩加班兩個增傷 加上火屋 庫拉皮卡兩個常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單擊會打到多少呢 好消到很多攻擊珠 天降到了13 我班單張就打了 多少啊 一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單張就打了十幾億的傷害了 好 所以這波 這個隊伍的玩法 看起來就是 洗技能 一直 無腦洗技能 洗一洗之後呢 開技能爆發 然後再洗技能 再爆發這樣子 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 說真的這個 十風夢魘 十風地獄呢 我覺得是蠻難的一個關卡 甚至我覺得 比九風 地獄 比九風夢魘還要難 我覺得這個十風地獄級 非常的難 所以他既然能通關 這個地獄級 也算是有一定的實力 也是有一定的實力 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看他 遇到無視減傷的時候 是要怎麼處理 其他的話 應該平砍傷害都夠了 開火屋加庫拉皮卡 這個常駐 大概 都有兩億 兩三億 的平砍的水準 也算是可以 只是說其他隊伍的話 可能不用開常駐 就有這個水準 好 這邊碰到這個電擊 被打也不會死 因為這隻也沒有無視減傷 故意的 故意的齁 那這邊我看一下他要怎麼 唉 我知道了 他這邊應該是要整地 這邊應該要整地齁 整好之後呢 再一波帶走 這邊整地整好了 然後因為這邊你沒有電擊效果的話 你要打十倍的血量 那這隻血量我記得要打接近五十億喔 所以這邊的話 增傷可能要再開多一點 好開了這個艙壁 點了火珠點龍族福祉 哦 單張班就打了十一億齁 所以實際上是打了一百一十億喔 因為這邊傷害減到剩10% 所以實際上打了一百多億喔 然後可以看得到齁 這一關 背心摩斯 那二十三盾要 呃 一般珠子 不能消強化珠 那後面的話 他的二血是 無視減傷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他怎麼處理齁 看起來應該也是先摩啦 因為這邊 這邊沒有無視減傷 也是先摩 摩技能 好 摩到技能OK了之後 開了這個絕對時間齁 這樣子轉這個二三盾 比較好轉一點 好 這邊應該是先把珠質量看好了 好然後轉五五五五 五三三三三三三這樣 轉出時間非常的長 然後龍科一定要開掉齁 龍科沒有開掉的話 下一關會吸收龍科來減傷 你就打不死他了 龍科這部分呢 我們直接快轉 然後這邊因為開了庫拉皮卡 所以他這邊不會被鎖技能 不然通常來說 這邊會被鎖一回合 那不會被鎖技的話很簡單齁 無視減傷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沒有無視控場 所以呢就可以開斑去吸收傷害 來降低他的攻擊力 吸80%吧 看一下齁 呃 看一下他這邊的話 有先看一下這個斑的傷害 是2653吧 對不對 那看一下吸的傷害之後變多少 變了12萬的傷害喔 喔這個這個 這個很可怕齁 然後再來呢 這個增傷 這個界完全打下去好了 應該是毀天滅地啊 我們直接快轉 那火暗光是攻擊珠 小龍消了大概三 四五組攻擊珠 你看斑一張打多少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十億百億 兩百六十億 斑單張打了兩百六十億 傷害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好接下來小怪這邊的話 因為也沒有無視減傷吧 所以一定是一直無腦回血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 我覺得要轉到紅綠燈才能回血 如果沒有轉到紅綠燈 應該是沒辦法回血 所以他這邊就是示範齁 要轉到紅綠燈 應該跟那個 夏娃回血的機制一樣 就是要轉到紅綠燈 看起來火屋感覺是藏住的 火屋皮卡這兩張感覺必須要有 那另外一張的話就是看情況去替代 去換 好我們繼續快轉齁 這個洗淨的部分也是跳過 那像8C的部分呢 這邊測試的是連擊 連擊也不會死 也不會死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因為它是8C嘛 我們開一連恩的話 直接多五combo 就是確保說一定把它帶走這樣 雖然說感覺靠手轉就可以了 好這個都沒問題齁 接下來看一下巴哈姆特這個整版燃燒這邊怎麼處理 喔 因為這個班恩本身它是不怕燃燒的齁 無視燃燒跟中毒 所以呢也不怕這個 應該是要開青龜啦 青龜點強化軍這樣子 有嗎 沒有開 那可能火光按至少要有一顆強化 喔有啦 火珠有強化 有一顆強化火 所以這邊直接轉就沒問題了齁 然後開了班恩 班恩來吸攻擊力 直接快轉 4組攻擊珠 4組還5組 基本上開了4都傷害之後傷害都非常高 這邊打了15億 那這邊的話它是水強化拼不順 應該是要開青龜了啦 喔像這邊本來也是有鎖技能的 我記得 那也是開庫拉皮卡先防鎖這樣子 這邊感覺應該是要 對對對 開青龜把水珠點強化齁 欸不是不是不是點水 應該是 應該是 欸他要點什麼主性 點水 對對對 點水 然後庫拉皮卡被擠掉 不過沒關心齁 金恩 不是金恩 那個班已經把傷害吸過來了 所以傷害會在班的身上 那這邊的話 攻擊珠可能 就只有光跟暗 喔這個轉好漂亮 可以看一下傷害打多少 最後一拳打出去是 多少啊 16 16 有160億啊 160億啊 接下來齁 這樣這邊的話呢 其實就直接快速帶過就好了 這關就比較簡單啦 沒什麼重點 我們直接快速帶過 我們直接快速帶過 基本上開了火屋跟皮卡平砍 大概就非常高了 那王一的話呢 我們快速帶過 嗯 這邊開了龍科 是想要看最大傷害嗎 28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這裡喔齁 這邊的話 他是開皮卡嘛 皮卡加上 班 吸傷害 然後再開一連 N 然後再開青龜 然後青龜變身齁 這邊龍科開掉 接下來看到下一關齁 這一關的話其實 他的 攻擊力是多少 欸26148的血量 這隻的血量 這隻打多少 我看一下齁 王二的話是打24896 喔所以其實傷害 剛好打過10% 那他就是無腦魔吧齁 然後0%之後呢 開班齁 可以看一下班的傷害 從2600變成29598齁 除了吸這個 7敵人的傷害 好像有吸自己人的傷害 然後開庫拉皮卡 然後開庫拉皮卡 再開青龜 開青龜的用意呢 應該是 這個版面比較好轉 等一下下一關就不會有新出 我們直接外轉 好 單張打出去的傷害是34億喔 那三十幾億啊 那最後這關的話呢 因為他有無視燃燒 所以其實燃燒那關就會好轉非常多 基本上 十風王關呢 你只要有無視燃燒或黏斧 其中一個 就會好轉很多 第一關呢消了8C 那再來第二關的話 我記得是 是問號 這邊還是要靠手轉 但是這邊轉的也很漂亮 剩53 那像燃燒這邊就很輕鬆 他就可以輕鬆轉 漂亮 可惜 少消一顆木 那這樣子26最後兩關 只要各消13顆就過了 所以這邊其實算很穩 好漂亮 欸 無視黏斧嗎 不是無視燃燒跟動物而已 連無視黏斧都有 還是可能我幾鍋少記了嗎 反正就是 很簡單啊 最後一關只要消7顆就過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班 實戰實風地獄的影片 那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 按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